OneNote的教材类型 它支援了很多 第一个当然就是 我们一般很常见的 影片的 影片可以直接进来 可以直接进来 再来 网页的连结 我把网页就放在我们这里面了 这个没有问题 那么还有没有呢 浏览的时候除了回去 刚刚那边也可以从这里看 或者你要上一个下一个都可以 有人的表示 这个教材正在阅读中 但是还没有达到 老师指定的阅读时间 如果有达到老师指定时间 它那个就会变两个打勾 当然啦 时间到了 心没在那里 也是没有用 这个时间请供参考 就跟上空大意思一样 电视开着 但是在玩手机 下课的 太好了 这样就没有意义 好 所以仅供参考 来 那我们再往下 这里有Google文件 有没有 这个Google文件指的是什么 指的 就是一般的PDF 或者是那个就是 沃德档案 这里这个不是转成 那个标准的那个 Google文件格式 所以 有没有发现一样可以看 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 简报的PDF 因为云端硬点资源 虽然它是简报 这里 有没有 这是Google简报的 好 那再来PDF这里看过了 PowerPoint PowerPoint也有 所以您如果是PowerPoint 它只是不能用像PowerPoint的播放方式 播放但是看没有问题 这样了解 所以这样子以后老师要不要做 再去参加那个数位教材制作 好像不用了嘛 因为你都自己都会啦 反正你平常常用的就丢进来就可以看啦 就省去了那个动作 那再来我们看 这个 这是沃德档 这个也是 有没有 一样的 所以你沃德档丢进去 看都没有问题 现在重点 有问题的通常是编辑的部分 好那iPhone就不用了 iPhone应该好 这个 这个是 如果你自己 也可以把它 在OneNote上面 也可以当作是一个网页的一个什么 平台 你可以直接在上面写 这样也可以 只是这种方法比较少用 比较少用 通常都是您的教材 可能都已经准备好了 那就传到云端一叠上 当然 别人的网路上教材也可以 也可以 这样有没有比较了解 OneNote可以使用的教材范围的 现在我们就要自己来做一个 好吧 OK 来这段我先介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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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